之前错评和那么多俊粮 大多都是花式压缩饼干和自热米饭 老是没想到原来咱们中国俊粮 还有水果罐头 而且还是八种口味 还是咱们大天朝物产丰富 八罐一共花了57块钱 先尝一下最近很火的黄头罐头吧 这黄头罐头最近是有点火呀 但是我一直没有想 买这黄头罐头它是咋火起来的 正在看视频的小伙伴如果有知道的 麻烦在公屏里盖我一声 看上去个头并不是很大 猛吃一大口 酸酸甜甜的 桃子味非常的浓 比想象中口感要略酸了一遍 关键是它酸了那么点以后 没有那么腻 反而还有点开胃 喝口汤吧 这套喝起来 没有想象中那么的甜那么的腻 反而有些轻熟 都能感觉味道还不错 好 我们下一个 来 给你们两秒钟时间 选择一下下一刻吃什么 好 那就吃这个 航水菠萝罐头 这个菠萝罐头刚一打开 一股非常浓郁的菠萝香气就出来了 里面的菠萝都是这种三角形的 猛吃一大口 菠萝罐头吃起来都是很甜 外面的菠萝不管你怎么做 它都会有一股底层的酸味 但是这个完全没有 非常的甜 很好吃 下一个我想尝试这个 糖水椰果罐头 前两天黄桃罐头火了以后 我去超市里看了一眼 好家伙的整个货架 其他的罐头都没了 唯独椰果罐头 一个都没有人拿 整整一柜子呀 而且我个人还挺喜欢吃那种 哽啾哽啾的口感的 但是为什么 超市里反而会 因为还受人待见呢 猛吃一大口 我知道问题所在了 可能是因为没有做那个动作 纯的椰果罐头 里面的椰果呢 是真的有非常非常浓的椰子味的 这个味道呢 可能不是所有人都能接受的 话说我小的时候 吃这种纯椰果 那还是在冰箱的脱肥里 糖水草莓罐头 这个草莓罐头看上去还可以 因为草莓这种东西 只要你水洗完了 放在那一段时间 它就会自己开始变辣 它这个草莓是精心挑选的吗 空虹空虹的 上面一点别的颜色都没有 猛吃一大口 味道倒是蛮让人惊奇的 酸酸甜甜的 口感吃起来相比新鲜的草莓呢 要软了那么一些 但是呢味道烧烧的 已经没有什么太重的草莓味了 糖水山楂罐头 呀 轻山楂啊呀 这山楂看起来就酸呢 我买糖葫芦 见到这种山楂 我都不买 猛吃一大口 哎呦 糖水都遮不住山楂的那股酸色劲啊 哎呦 不行不行 吃多倒牙 糖水桑胜罐头 话说你们吃桑胜吃咋的吗 猛吃一大口 哎呦 这啥味这是 这桑胜罐头怎么流股药味呢 嗯 不好吃 这个不好吃 糖水羊梅罐头 哇 这个羊梅感觉红红的好好看啊 猛吃一大口 味道还不错 就是有糊 要是没糊就更好了 最后一个 糖水橘子罐头 也不知道这种糖水橘子罐头 算不算在那上天堂那100个橘子里面呢 猛吃一大口 跟外面卖的橘子罐头差不多 说不上多好吃 也说不上多难吃 反正没有那种质念的感觉 结果本期视频的详细层 八款军粮罐头中 味道前三名的分别是 黄桃 菠萝 和草莓 你们还见过什么神奇的罐头呢 可以在评论里告诉你 好那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